鐵口直到華哥艾鳳迪會拿下最後的勝利 因為我剛剛心中 就如我們今天開賽前我就已經先說的 我要幫亮加油 對不對 所以呢我的票還是灌在的是 Shotfighter身上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最準的 跟相對最不準的 到底誰略勝一籌 不過 你等一下如果真的 Shotfighter輸了 請你在轉播台上 請你在等一下組織台上 更亮道歉 不過不管怎麼樣 好不好 都不需要跟自己的主機道歉 因為戰龍主機來了 你只會跟他說謝謝 你不會跟他說不好意思 等一下 等一下 摩根納的第一件裝備 魔鍋 應該就要走這樣的一個套路 那接著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小亮 在這把比賽的一個懸賞金額 亮你好棒 對小亮剛在第四場比賽做出了一個非常正確的雪怪反覆 對雷歐娜這邊雙招都還在喔 來看一下雷歐娜的一個出手 出手 一技能出手之後暈沒暈在這個臉上啊 這個還要斷回家 3D過來看了一下 把這個桶子先放了 嚇了一個眼睛 Husha跟3D這邊壓了一下血量 那等於是間接的幫助了這個小亮 在上路的血線的優勢 奈德利 Husha這邊跟3D交走一波 接下來是蛇女 應該要找時間回家囉 因為剛剛的Husky已經是有交TP回來 欸但是被夾了 念了一張金牌 來看Husky怎麼逃脫 蛇女沒有魔力 一拉也拉空 欸就這樣子 真的痛苦啊亮 對 滑了一波 試著突出手 又進化先前還有魔盾 這樣子這一波有點危險啊 他只有進化被蜂芒罐穿灌死了 但Rock還差一波滑步的普攻 假如跑步下來 Rock徒步走出了這個泡沐的範圍 哇差一滴氣 下路呢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出標 標到了之後直接蹦下來 給了一套 成功把這個桶子打掉 差很多 逼出了一個閃3D這一波 是走位躲過的這一標 Husha給了上路極度的壓力 而且這邊匿命是有機會飛的所以 還想標還想標還想標 來看一下這一標出手 再扭過 連奪兩標 厲害了 加速趕快逃跑 應該是GP第二個大就解決的事情 所以 喔這邊直接閃拉 來看一下第一張BLUE卡的藍牌 被嚇人列的重擊之後 我呼風喚雨 突然之間的出手 嚇了一跳 上路放了預示者 應該是要塔殺3D 因為他沒有展現 他沒有大決 嚇了重擊 後面亮了一個藍方的TP 應該是要趕過來追了 逆命過來 剛好是捏了一張 藍牌配預示者 蛇你繼續往後拖 要乘車要有機會 劉娜是徒步走過來 施雷剛已經幾乎亮了一個傳送 旁邊的話是ROCK接了 但左上角 是趕快要撤退的狀態 但ROCK這一波叫最想加速 但中了一個BG 暈眩時間有點久 跟下一個人列的重擊 ROCK可能抖不掉要賣了 但接下來的話 來看看上半步 小亮的一個位置 要被夾擊了 加了泡沐鞋切了一個後路 瑞士帽照下來 小亮還是被留住 但是剛好還有一個大決可以先轉 但賽特趕過來之後一個大決 一爆 拳王出手 叫了閃現小亮走不掉啊 被一槍蹦掉了 看看這一標準不準 有沒有進場空 他剛剛照過了 欸這一標中了 一標半條 下了紅中擊 Depton馬上叫自己的閃現往後拉掉 好兵箭出手 撲下來在塔下中了兵箭 我的天哪 變回暴行太奶了一口 哇又看到兩隻 來了來了來了 又要來包了 又來了賽特 ROCK走得掉嗎 KINO出來經過 閃現先躲過我呼風萬語 目標是誰 反身一個刺激屠路 ROCK是打足了傷害 旁邊一個E技能的維尼進場 但傷害灌得很高 看了一個驚人 但KINO快倒了 KINO這邊閃現距離 點了都沒跤 那個往前走 被點了一個強高牛 要躲過這一標 活了 兩邊都在 有海克斯閃現了 來看一下這波怎麼處理 我呼風萬語直接過來 目標應該是匿命 夜雷的金牌 後面有個黑盾 又是KINO 而且這個靈魂枷鎖 直接鎖在了我 呼風萬語之上下 吃了塔的傷害倒了 Beevan一個實話題是閃現之後 並沒有地數足夠多的人 但他有收掉摩根塔 後面路線來的ROCK 爆發傷害 直接帶有蛇女 而且還有一個維尼 也要跟著陪葬了嗎 再吃了一下塔的傷害之後 他確實倒下了 想收 ROCK無斷的輸出 雙下傷害很高 但這個仍然是反身射倒 但PUSHA往前 撲咬奈德利 叢林獵獸 直接人頭落地 他被看到了 基本上是雙掌 但這個艾影機鎖有機會出手的喔 欸 大絕來了 先找了一個大絕 但直接下來都吃了 雖然有吃了黑盾 但還是有被暈住 來看一下後續 我剛才的這個靈魂枷鎖 艾影機鎖也出了 後面船長也是TP下來 路線滑了一波 但走太前面了 路線 再回去 ROCK你怎麼了 ROCK 不行了 哈斯奇在拉打捏了一張金牌 往回收掉了 我呼風喚雨 ROCK走得好前面啊 所以說他沒有在尊重船 他沒有在尊重船 船長現在是一個兩件大裝的船長 他碰到不行 來看一下他的位置 呼嚇的位置有點糟 被卡在了轉角 一個爆炸球炸掉了 呼嚇的位置很糟 這血量很低 悟空的進場亮你行嗎 亮不行了 再轉一次 但沒有傷害 孔子又炸到 哇這一波剛剛 3Z那個三連筒也太帥了吧 金牌 有機會嗎 悟空在這進場 哎呀沒中啊 亮 又中了 孔子是怎樣啊 3Z 哇這個就是什麼抽獎 不要再抽了 不要再抽了 他抽到了 哇這雷歐娜有點不怕死 哇 好來看一下這個轉角要蹲人 Biven的狀態中了一標 再來一次 雲仔 漂亮 後面那一張金牌套著黑盾 而且擋掉了兵箭 蛇女要擋著Biven的腳 拉打而且拉得還不錯 看後面一個路的什麼照下來 來看一下哈茲奇 又進化先寫第一波的控制 在那一張金牌 射在Lenshine的臉上 沒傷害沒傷害 維尼也沒有傷害 後面交了一個閃就拉開了 路線還可以操作嗎 ROCK了 看上一波有點浪 但這一邊不敢了 這一波抓到GP沒 再加一個哈茲奇 三打一的局 16級的船長來了 中標沒有中 下來捏了一個金牌 水果解掉 船長就跑了 冥箭出手 中在了神木槍身上 但小亮進場 傷害還挺高的 一棒敲死 這基本上是可以放龍的 他們直接偷家就好了 要偷家欸 船長這個時間點的回顧有點慢了 這波應該就頂多拿B 我覺得 頂多嗎 這不虧嗎 這感覺很虧啊 現在這個時間點的 還想偷一個 是個雙塔 開大掃兵 我覺得騙出鋼普朗克大絕 應該都逼出鋼普朗克大絕 逆命的大絕開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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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機會去斷道喔 有機會斷道喔 而且看到了 旁邊出勾 Kino這邊被暈住 但反正趕緊進步沒中 Kino可以進場的 龍是差700點血量 但接下來的話 是Beevan Sharp Fighter已經準備要做夾擊 然後後面 明星從後面來 這個位置還不錯 前方正面位置 巴龍看起來要掉了嗎 趕緊過來 船長這個連桶 能不能做出效果 巴龍拿下 右邊 神域 往前能不能做輸出 繼續的打還在前面2 沒有人可以阻止嗎 後方位 摩甘拉已經倒地了 Sharp Fighter沒有成功守住 趕緊逃命 有危險喔 中路的兵線 要壓進去 華哥人員 選擇要直接強入下方的位置 哇 這一個進來 完全不給對面面子喔 小亮在繞 小亮在繞 這裡有機會繞嗎 先被Sharp Fighter給發現了 兩幫人上路 Davs的血量有雙水 小亮還在等喔 這前方位置追進去 但小亮就從後面開始繞了 草叢裡 沒有人發現小亮 剛好現在看到Davs喔 後面來了小亮 拼見正面命中了 Davs被抓了回 這邊是胡曉被抓了回去 在前面交出了一個精靈 起來 瞬間往左邊閃現 想跟悟空在一個個接續 小亮進場這邊一次轉了三個人 身躍在噴著大臉沒有太多的效果 悟空繼續轉到後被開始收頭 但承受不住 沒有隊友跟他傷害 立民找了出來想幫助小亮 但沒有成功 他是也在前面交出了精靈 在起來直接被打倒 左方位置 船長連頭要持續跟上 Kino雖然把桶子給點掉 看起來還是沒有難接近 現在繼續的一個追擊 加速後 三立往前 和金谷沒有命中 筒子右擺在了摩根納面前 不要想想命中胡下 想反身的回答 但三立一個人抵兩個人 讓隊友怎麼他就拆主堡了 扭扭扭 還在拉扯 這裡能不能殺掉一口橘子 好歹啊 還在扭還在扭 如果他們能幫上路找好一步機會 很有機會可以再把兵拿掉一次 或是想說 我在想說他打得最穩 他這邊要被單抓了嗎 還能呈現一敵二的機會嗎 一張黃白準備過來 他就看到黃白瞬間吃了一顆橘子 反正想要回答 敵人 一個手槍 往前要打 想換沒有成功 但這裡吸著三個人過來 滑開風景另外四個人 能做事嗎 正面兵艦 摩根納一個護盾早已準備 但另外一個日輪聖盲 直接炸在左邊摩根納 摩根納交出了驚人 路線嘗試用掃射逼對對手 摩根納交出了閃線往左邊走 Tino看起來跑得很快 不要賽回來 這裡直接硬式帶了回來 這個比白比賽跑欸 後防衛奈德利只能趕緊過來 補血賽的很扛啊 在裡面扛了滿久的一段 時間還想再換個輔助沒有成功 機會來了 繼續的點 手裡沒有人會阻止 閃線大決 被扭掉 那將的進化開始不斷的連路 它是已經頂不太住了 Evan 被壓力進入輸出之後 閃線 Dave等於打擊火器來了 往前是 在別人的高雅上瘋狂射擊 這是小拍的三個人 他還什麼又叫驚人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大家 Wait 不對 不對 快走啊 突然有點怪怪的 不對不對 Wait 大家快走 這個水晶病不能拆 Wait 你把你3D的桶子給敲掉 你放我就敲 你放我就要在中路 並肩 只中了一個摩甘娜 對我跟得上傷害嗎 想進場的 小亮被溜住 直接往右邊走 直接融化了 但不夠 撲下消失 中路位置路線在上方 傷害夠不夠 灌不了 悟空饒不了啊 船長在前面 正面開了一個手槍 被黃牌溜住 但完全不怕艾希 已經拿下了一個Double 好像也不夠啊 沒有重擊高啊 他有沒有要換重擊 他有沒有要換重擊 欸 守女很遠 這波要開要快 搶重擊了 重擊拼搏了 兵劍 沒有中 奈德利正面搶 沒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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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是這場比賽的最後一個會戰喔 路線在左邊已經被留住了 嘗試的反打帶已經融化 下面小亮靠著雙石位移 但看起來也跑不太掉 左邊人已經夾了過來 想靠著球果隱形跳過去 成功跑掉了喔 真的是 只剩下兩個人 只剩下上 對面的輸出已經爆炸了 所以 42分鐘的時間 真的是 5個小時的征戰 看一下 右下角 所有的選手已經笑開來了 華哥愛鳳迪 經歷了5場 經歷了做夢 經歷了一切 但他們今天 打出了現實 打出了成功 打出了亞洲杯的冠軍 亞洲杯首屆冠軍 恭喜 華哥愛鳳迪 我有 這一場 做夢般的比賽 亞洲杯 一個 華哥愛鳳迪最終 拿下了冠軍 我覺得這個 今年在疫情四月之下 沒有什麼線下賽的機會 那這個應該是 亞洲杯能給大家最好的禮物 如果大家 願意兩天 頂著大太陽 進場支持的話 這樣水準的比賽 我覺得對得起觀眾了 哇 這一場比賽 華哥 一路走到了最後 終於 踏過了SHOT FIGHTER 踏過了真的 這 極高的高橋 而且這最後一場比賽 最穩的3Z 跑出來了 前面一場比賽 或多或少 會有犯錯的時期 但這場比賽的GP 打得之穩定 唉唷 來了握手 欸 你領30萬 我領100萬 鏡頭太大 我領100萬 我領100萬 我領最棒 欸你們打得不錯啦 心裡想的是 真的打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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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而且沒事嘛 這夢裡 夢裡別人領 你這邊限時領 大家輪流 不是很高興嗎 唉唷 總結下來其實 回票價啦 唉唷 3萬5啊3Z 真的是站起來 手槍勃 唉唷 當然是3Z 唉唷 這場真的是靠他了 這個GP 在他的發力期到來之後 不管是幾次大決的CUT 幾次關鍵的連統 其實他要在會戰當中 最後去限制後排的輸出 3Z這個MVP當之無愧 但是 如果要給一個系列在MVP 我覺得最後還是要給Beevan Beevan 他的蛇女在會戰當中 也沒有在聳得 每一波有閃一定是往前閃啊 好的 那今天呢 我們還要進行我們總決賽的大合照 這邊呢我們還是請到我們的亞軍隊伍 Sharp Fighter 那當然今天願意是苦戰到了最後 當然還是要問一下他們的總冠軍的感言 是的 就不折磨你們了 我們就一人發表一下今天的感想就好了 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先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再發表感想 是 來 我是AD DAVT 在彼此決賽不是為了別的 就只是把昨天失去的東西拿回來 這個有先想好的感覺 我是他們的後補中路 雖然我沒有上場 但還是 也是希望他們可以拿到總冠軍 也是我們團隊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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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維尼 我是維尼 謝謝隊友 Kerry 非常的謙虛 我是大葉華哥 因為我們昨天被3比0嘛 然後我們真的在晚上跟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做了很多的改變跟調整 我們真的很努力 我們真的很努力 因為昨天被3比0 所以我們通定是通 我們真的很努力 有做很多的改變 然後最後 很謝謝我隊友 然後我不愛BOND 我愛我隊友 恭喜你們 努力是有回報的 我是B粉 那我們努力了兩個月 每天都練習到很辛苦 甚至有時候練習到凌晨 那今天拿到冠軍 終於有回報 辛苦你們了 大家好 我是Sanzi 我們努力了真的很久 我們從五月底 六月初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準備打這個比賽 打到現在 已經快九月了 就 雖然我們六都沒有拿到總冠軍 但我們今天復仇了 我真的很謝謝他們 這是我們最後一場比賽 辛苦大家了 再次把掌聲給我們的華哥愛BOND 辛苦你們了 我們也再次的恭喜華哥愛BOND 成為2020亞洲電子基地公開賽的總冠軍 恭喜你們 恭喜你們 那麼你們現在可以帶著你們的總冠軍獎盃 以及你們的獎金支票 到我們的舞台後方 好好的慶祝一下了 辛苦你們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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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